大家好我是選人電站站長Alan 又到我們的開箱時間了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下安博新推出的產品 那就是我們的安博盒子台灣版Pro 很多人都在說啊 之前的安博盒子是 其實跟安博盒子3沒有什麼兩樣 那只有插在行動UB影視上面而已 所以呢根本不算是我們的四代 那正確的來說這一次的版本呢 會比較像是四代 它的一個性能都有所提升 甚至是連它的外觀都有一點不一樣 接下來讓我慢慢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接下來呢我們由外觀開始來看起 那首先上面這台就是Pro的 下面這台是四代 那你可以由大小來看的話 這邊呢 可以顯而易見的看得出來 四代是大非常多 而台灣版的部分它是比較小的 好然後 前面有Pro的字樣 然後右上 這裡呢會有一個台灣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它USB的部分有什麼不一樣呢 在這次的版本裡面 這邊會多了一個 3.0的插孔 是以往所沒有的 它會多一個 3.0的插孔 好看完了外觀的部分之後啊 我們來做一下一些重大的一個 改變的比較 然後詳細的一個差異表啊 我們已經把它放在拍賣裡面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參考 好首先呢 它在這一代裡頭 它提升了它的CPU 以及解碼的部分 所以你無論是在開機 或者是在打開APP的速度方面呢 都會變得更快 然後呢當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因為解碼提升了 所以畫質看起來就會比較好 當然它還是會跟你的來源有相關 你的來源必須要是比較好的來源 互相做搭配這樣子 好再來一項很重要的就是 在這一個版本裡頭 它採用的是安卓7.0的版本 相較於5.0的版本 它其實呢 會讓整體變得更穩定 但是呢相對來說 它其實也帶來了一些麻煩 好第一點呢 是它沒辦法 去做到root的動作 所以呢 你沒有辦法直接去越獄 你只能靠APP去做輔助 然後你才能夠跨區越獄這樣子 第二點的話 很多APP在這個版本啊 它沒有辦法相容 所以呢導致它的顯示可能會錯誤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是跟別的賣家買的話 那可能你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家的版本已經有效的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等一下我會舉例給大家看 好這邊呢 如果你是跟別家買的安博盒子 它可能會有一些顯示的問題 比如說你想要看一下風鈴網這個APP的話 你把它打開之後 它就會呈現這個樣子 你可能要頭非常歪 你才有辦法去操作它 那如果你是跟我們家買的一個版本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是可以順順的用的 等一下我讓大家看 好現在換成是我們家的版本 你看一下顯示會不會是正常的 好你可以看得到載入到程式當中啊 它的一個方向就是正確的 所以假如你是買別家的版本 你可能會遇到 你得要斜著頭去看APP的一個狀況 好那你一定很好奇說 我們家的版本究竟跟別家的 還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我們家的版本呢 除了它的顯示會正確之外 還多了非常多的VIP 影視 成人 以及替代的APP 甚至是你要玩遊戲啊 唱歌的APP都有 好首先我們送的第一個VIP就是這個 進入到會員區裡面 好我們隨便點一個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能夠正確的播放 好那你就按馬上播放 好這邊很快的就進到裡頭 它是沒有問題的 好再來第二個VIP是這個 你一樣到會員訂購的地方按進去 好這邊就下面就會有很多的VIP 然後你一樣隨便點一個來看一下 看是不是能夠看 好我們把它點進去 好它很快的就可以播放了 好再來第三個是這個 它是一個影視的平台 那裡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資源 像是電影啊 劇啊動漫或綜藝等等的 那很多新的一個劇或者是電影 都可以在這裡面找得到 好第四個是這個 它呢包含了很多的熱播的一個劇以及電影 那這些資源通通都是VIP才能夠看得到的 好另外呢 我們也會提供很多的K歌APP給你 讓你呢可以在家裡練歌 那只要呢你 用盒子然後再搭配上藍牙的麥克風 就可以把家裡當成錢櫃或者是好樂景 來歡唱 好這邊呢我們也會提供更多的一個 成人的資源給你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APP 我們大概會提供五到六個給你 所以你一定會看不完的 包含了 安博它所內建的一些資源 除了這樣之外呢 我們也會提供你替代的一些直播APP 所以說有時候安博它可能會有幾台不能看 或者是你嫌它的畫質不好的話 你可以用這些替代的APP去做觀看 然後它因為有的是原本電視台所提供的 所以它比較少delay 會比較接近第四台的一個時間 好最後呢如果你是一個愛玩遊戲的人 這邊呢也幫你準備了一些可以去玩遊戲的APP 那只要你連上藍牙手把的話 你就可以輕鬆玩一些街機的遊戲 這邊呢 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樣的 好最後要講一下它內建的一個部分 安博這次呢 在台灣版的部分 聽說它是有一些獨立的機房給台灣 所以呢它會跟其他像四代三代等等的 他們會做一個區分 所以呢應該照理來說它會比較順暢才對 那實際呢還要等更多人買台灣版之後才能夠知道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順便做一個測試 好那我們看一下它大概有的內容 比如說台灣頻道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大概有沒有你要的台這樣 再來還有大陸頻道的部分 我都大概刷一下給你看一下就好了 還有很多人在看的體育頻道 有FOX阿 博師阿 韋來阿等等的 還有ESPN 好再來電影台的部分 好再來計時 少兒頻道的部分 還有新聞台 那現在的安博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它都有一些主要的台跟備要的台 就備份的啦 好那這裡呢就是你可以 呃比如說有一個掛掉就可以用備用的來試試看 那大多都還蠻順的 都可以看這樣 然後還有日本的 韓國的 韓國的 英國的 好 越南的 然後還有馬來西亞 好 音樂佛教 好 經典輪波 經典輪波 法國 俄羅斯 印度 好 還有一個就是 測試頻道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呢就是成人的部分 安博很有名的就是 他成人多 然後他的 電影也是最多的 然後更新是最快的 這些都是他的特色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大概有什麼樣的一個台 你比較喜歡的 好 自己可以看一下 好 再來我們就要介紹一下 他點播的部分 好 在四代的一個 UB影視裡面就會有移動版 那在台灣版裡頭呢 他延續了這樣的一個特色 所以你一樣可以在你的 手機裡面去觀看你的UB影視 那詳細要怎麼用的話 你可以到粉絲團的影片區 去看一下教學的部分 好 你可以在這裡 看到一些片子 就 電影啊 劇啊 綜藝 甚至是 午夜版的也有這樣子 就是成人的部分 他也是會有 那請注意他是沒有包含 UBTV的 就只有UB影視 可以在你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移動設備去做使用 好 那我們再看到電影的部分來 這邊呢 同樣是 會有分類 然後比如說大陸 香港等等的一些電影 都會 會集在這裡 看你要看什麼樣的一個電影 這裡都會有這樣 所以非常的方便 有很多的片庫可以去做觀看 好 除此之外呢 還有電視劇的部分 這裡一樣也會有分類 大陸 香港 台灣 日本 韓國等等的 那大家都可以去 點著來看這樣 好 最後綜藝跟卡通的部分 以及其他的就讓自己 就讓你自己去研究 那我來講一下最後這一項 私密影院的部分 這個大概呢 是 所有的盒子裡面最豐富的成人 裡面大概有好幾萬片的一個 成人動作就對了 這裡呢 不方便秀給大家看 那這裡都是有密碼的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研究 好 那我來總結一下 你為什麼要買 安博台灣版呢 好 因為台灣版的部分呢 他做了非常多的一個改善 比如說速度的部分 以及解碼的部分 這些呢 都是你看片子非常非常需要的 再來 還有他 他有獨立的一個機房 我相信應該有啦 對 這雖然是一個傳說 如果真的可以達到分流的話 安博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機器 如果他不卡頓的話 因為他的影片其實真的是 最新最多的 成人也是 所以你有此需求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買安博 好 以上就是 我對安博台灣版的一個介紹 如果你還有想知道更多的話 可以到我的粉絲團 去按讚並加入 那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